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所熟悉的咪醬 带领大家一起去逛鱼箱 因为它有势在身 所以有我呢 要带大家一起去逛逛咯 今天呢 我们要到东港去寻找百万黑尾哦 这么大只 怎么可能 大哥 我怎么可能扛得到 天哪 那靠近皮的部位就是皮油是吗 对对对 皮油的由来就是它靠近皮 会比较油吗 对 船长 你该不会是007的影迷吧 不是 那是我们 樱花虾捕捞的牌照的编号 两只脚 一双眼 发现海洋新感动 探索娱乐新世界 俗话说得好 中国东北有三宝 人生雕皮乌拉草 在台湾屏东的东港 也有三宝哦 鱿鱼籽 樱花虾 黑鱼鱼 这三项鱼业特产 不仅成为了东港人的骄傲 更是东港人精神哦 今天天哪来到东港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也就是要寻找传说中的 欧昂城哦 没错 它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黑鱼鱼啦 听说吃过黑鱼鱼的人啊 对于它的滋味都难以忘怀哦 所以不管它是欧昂城也好 还是北昂城也可以 我今天就是要亲手抓它一只 事不宜次 Let's go 出发咯 你看看你 刚刚话说得太满了吧 连要往左还是往右都不知道 要怎么找黑鱼鱼啊 我看你还是先去渔会拜个码头吧 总干事 你好 我是娱乐新世界的主持人Hia啦 嘿啊 我今天有一个任务啊 就是要寻找黑鱼鱼 不过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可是我可不可以请你帮我指点迷津一下呢 你要找那个黑鱼鱼哦 嘿啊 你中午的时候到华角市场哦 那个在卖生鱼片的那里哦 你去问看看 哇 太好了 我看现在啊 时间也差不多了 不然我就去看看好了 总干事 谢谢你呢 华角市场 哈哈 反正呢 我现在肚子刚好也饿了 那不如呢 我现在就到华角市场 去打听一下黑鱼鱼的下落 时不宜时 Let's go 渔获丰盛的华角市场 目前暂时迁往鱼港内的零食处所 原位置的地方正在新建造型 很可爱特殊的多功能观光鱼室 预计今年完工 届时将为东港的鱼业带来新的观光力量 老板 太雨你好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这个鱼的颜色都不太一样啊 因为鱼的品种不一样啊 哦 那红色的是什么鱼 鱼是一般的鱼鱼 鱼哦 那白色咧 它是鰍鱼 鰍鱼 那它们两个吃起来的口感有什么不一样啊 口感的话都属于是比较Q一点 哦 它们是Q的鱼 哦 它有 有时候它会带有油脂啦 有油脂的话吃起来就比较细软 比较有油香味 哦 我发现这个鱼啊 它好像油脂比较少哦 是吗 这个也有一点点 这个纹路也是油脂吗 它只是它的纹路不是油哦 哦 它只是纹路哦 对 它是纹路而已 哦 老板 那我想要买几块来试一下 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后面有座位 对 里面座 好啊 好啊 那我到后面去哦 好 小姐 妳的新片来了 哇 谢谢老板 可以介绍一下 这是旗鱼 旗鱼 还有大木尾的皮鸥 还有这是鲑鱼 鲑鱼 好 谢谢 谢谢 嗯 先来吃一口旗鱼 嗯 嗯 好顺口哦 很容易咬断耶 就是用舌头就可以把它弹开了 我看你整天就想着吃 一点也没有想想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感受 老板 哎 小姐 这是什么鱼 这个是大木尾鱼啊 哦 大木尾鱼啊 哦 大木尾鱼啊 对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 把它分解啊 哦 分解成不同的部分吗 把它的赤身跟皮油分解开来啊 哦 赤身跟皮油哦 哦 那你可以告诉我哪里是赤身哪里是皮油吗 一般来讲这个比较红色的没有油脂的 我们会把它当做赤身 哦 这边比较有油脂的就是皮油 老板 所以你现在要分解它的部位了吗 对啊 要分解 哦 就是把赤身跟皮油把它做两个区块来处理哦 哦 哦 这样它纹路才会漂亮 好漂亮哦 你看 那这边就是皮油了 哦 你看它颜色就不一样了 哎 差很多耶 因为皮油的话一般会有金嘛 哦 皮油会有金哦 对 金是哪个部位啊 金的话 我们看得到吗 看得到啊 你看它这个部位都是金啊 哦 白白的地方 哎 比较粗的 可是它这个不是哦 那这个就是它的纹路了哦 哦 对 它不一样嘛 看这个就是纹路 哦 是一圈一圈啊 所以它吃起来不会那种咬不碎的感觉 对不对 赤身就比较老 比较好入口 哦 那不一样 哦 这些鮪鱼生鱼片啊 其中又以黑鮪鱼最为顶级哦 可分为下腹肉 中腹肉 前腹肉 三种部位 油脂含量最丰富的前腹肉啊 听说最贵的一片就百元起跳咯 另外 进入东港渔港 选购渔货 是必须要有牌照的人 才可以进行竞标哦 不好意思 一般民众啊 只能够参观参观 游客可以像Hia一样 到华侨市场品尝最新鲜的海产 但是我说Hia 你不要只顾着吃啊 赶紧打听黑鮪鱼的下落吧 你要先去找粉龙军团 什么 我要找黑鮪鱼 还要带兵去打仗哦 嗯 我有认识的朋友 哦 我可以帮你联络他 你明天早上四点到马头 去可以找得到他 他会带你去找粉龙军团 要坐很久很久的船 而且很久都不可以回来哦 对就是那么远 哈 可是 可是我现在 已经在这里 从晚上坐到白天了耶 嗯 现在呢是凌晨的四点钟 根据昨天华侨市场老板的讯息 在这里啊 可以找到我们需要的船哦 小姐 走到你家 嘿 船长 嘿 搭上了渔船 带着满腔热血乘风破浪 Kia不知道今天运气如何 一起去瞧瞧省事粉龙军团吧 船长 船长 听说啊 要去找黑鱼之前 要先拜会粉红军团 可是粉红军团 到底是什么哦 粉红军团就是 我们 在了东港的櫻花虾 哈 櫻花虾 可是我是要去找黑鱼呢 黑鱼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才会有 要坐很久很久的船 而且 很久都不可以回来哦 对 就是那么远 哈 可是 可是我现在已经在这里 从晚上做到白天了耶 那 我现在也不可以回去啊 那怎么办 Kia 你也帮帮忙 你以为抓黑鱼这么简单哦 这可是远洋渔业里 非常辛苦的工作呢 我看 你还是乖乖在东港的沿海附近 捕捕樱花虾就好了 虽然呢 我搭上的这艘船 不会带我去找黑鱼 不过 我可是很有机会遇到 东港三宝之一的櫻花虾哦 船长 我看到这里啊 有很多台机器耶 那它分别有什么功能啊 这两台就是 看 看鱼机 就是探测水的深度跟鱼群的位置 哦 那这台就 往火机就是 往 往在水中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啊 这两台啊 是帮我们找到鱼群在哪里 那至于呢 我们的技术好不好 我们就要看这一台了 所以有了这台啊 我们今天就不会 苦不到櫻花虾回家了 会 会 会 就是这样 大工程哦 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拖网工作之后 船长说可以收网了 我现在要去看看咯 从黎明到天亮 捕捉樱花虾的拖网工作 也到了差不多该收网的时间咯 看着网剧渐渐上船 心情真的很兴奋耶 哦 这些东西不会就是传说中的樱花虾吧 现在我们的鱼货已经捕捞上来咯 船长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现在在进行筛选的工作 把那些小鱼 还有不是樱花虾的虾子挑选出来 哦 这在做分类吗 对对就是分类 船长 这真的是我们刚刚筛选过的樱花虾吗 是 对就是刚筛选完的樱花虾 可是我看他们都没有活跳跳耶 因为它在深海200多公尺的水中被我们的鱼王苦捞上来 受不了压力的关系 哦 不过我看它还是很新鲜耶 因为它还是很透明齁 对对 船长 我发现樱花虾身上有一点一点红红的耶 那就是樱花虾的由来 因为它的斑点很像樱花 所以就请你为樱花虾 哇 好美的名字哦 对 很漂亮耶 樱花虾的外表 对 欸船长你现在在做什么啊 就是拿这个冰水 把樱花虾淋得都是冰水 让它冰镇保持它的新鲜度 哦 所以你加的只是水而已哦 对就是冰水 冰的水没有加什么其他的保鲜材料吗 没有没有 就是天然的冰水 哇 所以只要有冰水 就可以让我们的樱花虾保持它原本的新鲜度 对对对 也不会让营养价值流失哦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 欸那船长你知道樱花虾它具有怎么样的营养价值吗 它含有很多高高成分的钙 这些新鲜的樱花虾含有丰富的钙磷与蛋白质等多项营养成分 容易让人体吸收 是非常天然的营养食材哦 叫天然啊 哦所以比较容易让人体吸收吗 对对对对 不愧是东党的三宝啊 欸可是那这样子 既然它这么珍贵耶 会不会一年四季都有人要补它啊 不会我们有保育期 哦保育期 对 就是每年的11月到隔年的5月就是补捞期 哦 6月到10月就是进补期 哦原来还有进补期耶 哦那这样听起来虾妈妈还有鸡卫生虾宝宝哦 对对对就是它的环齿期 船长那我想问你哦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补樱花虾啊 不是 船长说 这些补樱花虾的牌照啊 是需要透过县市政府的核准才可以挂牌运作的哦 可不是你说要抓就可以抓的 船长 船长 你该不会是007的影迷吧 不是那是我们 樱花虾补樱花虾的牌照的编号 哦 因为这方便于海型单位的辨识 哦是这样哦 对 所以听起来它好像是你的护身符耶 对对就是我们的护身符 只要有贴着它 我们就可以在适当的季节里面捕捉樱花虾咯 对对就是这样 这趟出海的经验啊 认识了许多樱花虾的知识 也算是有学点东西啦 不过虾啊 虾忙了那么久哦 啊我的百万黑鱼咧 现在呢已经到了中午的时间咯 船长 我今天从清晨开始帮忙到现在 你也有答应我 要带我去找黑鱼鱼 那现在可不可以告诉我在哪里啊 就是岸边那个市场 可以去那边找找看 这是船长你这么巧 不然你弄看看让我看 对啊 船长很好啊 没有什么技巧 哇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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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成功了 我说Hia 你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找到黑鱼鱼 我看哦 你这次的任务注定要失败了啦 诶 大哥 我想问你哦 你知不知道可以看到黑鱼鱼的 鱼市场怎么走 黑鱼鱼哦 可是现在季节不对 你看不到黑鱼哦 季节不对 看不到黑鱼 但是你如果想要知道 它一些相关的资讯的话 你可以到渔业文化馆 那边有导览的人会不会做比较详细的解说啊 蛤 渔业文化馆 什么啊 现在不是季节哦 绕了一大圈 该不会什么东西都没看到吧 碰到五公 Con 黑鱼池草ŞAM 所以现在都在准备而已 没没脆 在刚才我们准备吃 VERping 大圈就是拿着 先拿着一瓶水 越拿越高越新历越高 那传塘我问你哦 我们差不多要在哪里拿黑鱼汤 在太平壤 现ivities 还真有多少 這都超過這個 過四月就在找南方二對一本那裡 這裡差不多兩百公斤 我告訴我兩百公斤 那這裡差不多百二公斤 都比較小 所以我們這裡比較大塊 對 我們這裡比較大塊 欸 船長我問你喔 我們是要怎麼丟到蚵仔村 你會看這個蚵棍啊 喔 這個喔 對 這個下面就是上面那個蚵棍 下面的大魚 喔 大什麼 大魚啊 柚魚 喔 這樣 所以是用柚魚來種蚵仔村 喔 這棍子可以放多久嗎 差不多放到現春 蛤 從東港放到現春 有 那個尾還是 尾 尾 沒飄對啦 所以那個沒飄啦 喔 它會放幾十地的 你看那個做法就是怎樣 如果回去來就找這個 它會有裡面收 來找它就對了 所以我們落一隻 到另外一隻中間有多香 我們如果差不多到方了 大概差不多一隻啊 兩隻啊 他們在說差不多兩千啊 兩千是 我們兩千 那一千啊 喔 這樣一千 好啊 放兩千喔 好 還要一隻蚵仔 是杜蘇的人都這樣啦 欸 這樣船長我問你喔 我們這裡東港 可以捕到什麼款的鮪魚 有 蚵仔蟲啦 蚵仔蟲 對 牠的蚵仔蟲 還有大蚵仔蟲 大蚵仔蟲 還有那個蚵仔蟲 烤木都有 喔 都有喔 對 啊你船長我問你喔 我知道那種 蚵仔有大隻的嗎 有小隻的 大隻的有多重嗎 有 幾百公斤 百多公斤 來不就你來試試看 這個齁 這個特別做 差不多百多公斤 來囉 不要被我嚇到喔 好 出來了 好 那一塊 那一塊重呢 你有沒有看 啊 船長你那麼笑 不然你試試看給我看 船長來到了 喔 寶刀未老耶 八十歲 八十歲 了不起 我輸了 欸 船長那菜是什麼魚 船魚 船魚喔 你要拿一下嗎 喔 可以嗎 好酷喔 我才有機會 我還要安排 叫朋友給你拿 真的嗎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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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船長就麻煩你了 雖然我這次沒有機會 看到那個藕王城 不過如果有機會 體驗這個活動 也是不錯的耶 各位觀眾啊 相信你的嘴巴 也和我一樣長這麼大 其實現在看到的 就是東港這裡 最令人驕傲的 大型漁獲蟹獲情形 看看這些魚 真的是大得不像貨 怎麼看 用肩膀這裡嗎 這邊 好 這樣 這樣 超重的 怎麼可能 我要怎麼中 大哥要這樣了 怎麼可能 我在 最自己公斤啊 我為什麼要這麼重 大哥 最自己公斤啊 你要在這位啦 不可能 他太重了 至少超過一個 十歲的小朋友 有 不可能 我們再看還有沒有小隻一點的 我看一下 我先看一下 我可不可以 我真的啦 可不可以 怎麼可以啊 我氣快買耶 對啦 你抓個抓狗 可以啊可以啊 這隻應該可以 來 現在他真的要開始扛魚囉 我已經準備好了 大哥你先教我 我要怎麼扛 好 先扶他的頭嗎 扶他的頭 抓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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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走 對 抓這邊 抓這邊 然後有沒有什麼技巧 阿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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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喔 哇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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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成功了 可以了嗎 可以收了 嗚 好重喔 天啊 我是旋力旅超人 嗚 可以這麼重 好 好難喔 現在呢 旋力旅超人 要把這隻魚 扛到拍賣場去拍賣了 Let's go 1 2 1 2 4 加油 來了 鰻魚喔 沒問題 這隻我可以繞超場10圈 沒問題 好 輕鬆啦 哈哈 不錯喔 看你扛鮪魚扛上癮 很有潛力嘛 這些新鮮的大型魚貨 在東港漁港 喧鬧的拍賣聲中 顯得格外的耀眼 觀眾朋友有機會 也到東港漁港 大寶眼福吧 東港呢 是以鮪魚類出名 特別是大家耳熟能香的 黑鮪魚 雖然這一次沒有緣 看到黑鰻層 但是啊 在東港這裡 還是有許多的大型魚類的喔 東港這裡 真的很值得大家來走一走 不管是美食 文化 或者是宗教 都會特別的令人 流連旺返喔 今天的娛樂大玩家單元 要推薦大家 東港這裡 幾個不錯的去處喔 首先 你可以選擇到 大鵬灣休閒特區 去體驗一下 這裡非常有趣的 海上休閒活動 或是可以挑戰 站在水上的風浪版運動 考驗自己平衡的技巧 肚子餓了 當然不能錯過 東港的生鮮海產囉 來到東港漁港內的華僑市場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選擇自己 綜藝的海產美食 嘗鮮去吧 下午可以選擇到東龍宮 去看看雄偉壯觀的廟宇 感受一下東港人 每三年一次的文化盛世 或者是到東港漁業文化館 來一趟知性之旅 除了深入了解 東港在地的文化特色 一樓還有許多伴手禮 任你挑選喔 晚上如果想要找個 好地方落腳的話 可以選擇前進到大鵬路上 一間別具特色的民宿 生態工法與異國風情的園區設計 彷彿來到巴黎島度假 讓你的東港型畫下完美的據點喔 我們現在我剛好要做魚網的DIY 螃蟹網喔 怎麼看起來好像在做老鼠一樣 吃一吃以後 它就可以從別的地方烤掉了 好 烤老鼠 喔 現在馬上讓這個壯丁試試看吧 現在我們要去做浪花蟹嗎 我們要去做浪花蟹就可以了 生終生了 大哥它都會在裡面嗎 對 這條已經是寶生社區最大的行為了 為了防止海盜 海盜 叫海盜喔